25岁的小林原本是个十分时尚漂亮的女孩 可是因为腹部生长了一个罕见的巨大肿瘤 让如今的她变得十分虚弱憔悴 最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随时会破裂 从而危及她的生命 更让人意外的是 小林的父母直到手术的前一刻 还向她隐瞒着真实的病情 她们看着我痘痘的哭 眼睛红红的 我知道我轻炎症的 我知道她的病了 大夫都跟我说了 说这三两天就挺不过去了 我不能告诉她了 如果小林的生命还只有短短的两三天 她的父母为何还要如此苦心隐瞒病解 今天的手术又是为了什么呢 现在打开了这个手枪 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 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 内界还看不到边界 肿瘤的巨大程度超出了医生们的想象 十分罕见 如此巨大的肿瘤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体内 这个肿瘤又为何会如此致命 这台手术能改变小林和她们一家人的命运吗 25岁的小林正值青春尿灵 她爱吃爱玩爱漂亮 爱所有女孩子爱的一切 可是就在几个月前 身材苗条的小林发现 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 以为自己胖了 就剪剪肚子 怎么剪也剪不掉 肚子就比较古 她就说脑是胃胀性 就胃也老反 我就说有呕吐感什么的 原来胃衣始终一直不好 原来吃点胃药就好了 说吃饭是挺多胃药的 没管用 小林的父母带着她到唐山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但是检查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让大夫一做踩钞一看 哎呀 肚子里边有一个大型的 它的大一个重要 当大夫这么多年 没见过这么大的重要 可以看到这瘤子非常的大 到这儿就就到盆墙的入口 非常的巨大 二十八股子 他可能还不止 到底是血管流啊 还是恶性肿瘤啊 都不能确定 一般肿瘤的治疗 必须先要确认肿瘤的性质 可是小林腹中的肿瘤太大 穿刺的风险太高 也就没办法进行病例分析 你这个病例也做不了 另外一个 你这瘤的也太大 你现在有肤腺有肌瘤 就随时就可能有破裂 但是你基本上 你就没办法了 不行就回家了 带女儿来医院检查 没想到 却得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结果 老李思虑再三 决定无论如何 不能告诉女儿真相 我告诉她的话 我怕她承受不了 之后我就问我爸 我说咋了咋了咋了 那她还不跟我说 她就一直去打电话 然后还把我妈叫出去的 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 看着女儿每天开开心心的 可能就是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 而且老李还希望 女儿的笑声能陪伴自己更近 所以她不愿意 就这么轻易放弃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她做 要给她治 治好能更好 治不好也没有办法 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她就一下子就瘦了 一下子就老了 我知道我去连状状了 我心疼我爸 孩子这么懂事 笑着 没钱我找我借 我也要给孩子调治 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 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去努力 现在她病人的贫血也好 凝血障碍也好 都跟这个瘤子有关系 这么大的血管瘤 受到一点的碰撞 可能都会有一个大出血 如果是内皮瘤的话 就更危险了 目前这个状态 病人基本上就成为一个废人了 病人的切实的这个病情上来看 那么手术可能对她来说 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在辗转多家医院之后 老李带着小玲 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这里的医生 能拯救小玲的生命吗 25岁的一小女孩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 残酷的现实 当时是非常绝望的一种状态 我就跟医院 他们那个主任人们的说 我说你放心 孩子有一口气 我说肯定是不能回家 我肯定就给她救治 就是死在你们医院 我说我也不找你们医院的麻烦 现在对于杨志英主任来说 最难的就是无法确定肿瘤的性质 如果是普通的血管瘤 还有手术的医疗 如果是恶性的血管内皮瘤 那小玲的时间就不多了 手术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了 像它这么大了 如果是血管肉瘤还没破了 这种可能性极小 通过手术拿掉如此巨大的肿瘤 对于杨志英主任和他的团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手术的风险和复杂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要是不尽快手术 小灵体内的肿瘤继续生长 一旦破裂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医生又该如何选择呢 从技术条件上 我是应该能够切掉的 总归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 还是应该给她一个机会 去努力一下的 到了此时此刻 无论是医生还是小灵的父母 想法都是一样的 只要有一丝希望 那就拼一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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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现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控制入肯定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控制入肯血流是手术能否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 阻断肝向肿瘤攻险 瘤子就会变软变小 以大大提高切除肿瘤的成功率 第一竿门找不着 这边就打出来 不打出来不行 第一竿门显露不出来 树中可以看到那大瘤子非常巨大 占据这种腹枪 我们只能把这瘤子非常小心地掀起来 用手进到瘤子的后方 不行不行 放得出来 第一竿门我第一竿门找不着 来 往这边抬起来 我只要是找到干门 找到第二竿门 轻点啊 稍稍一抠就 再带电子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竿门 要看见吗 就吸 慢慢吸 把电刀把电刀拿出来 把电刀拿出来 把电刀拿出来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 要给他治 治好那更好 治不好也没有办法 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孩子这么懂事 笑话 没钱我找 我借 我也要给孩子要治 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 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也要去努力 我找到第一竿门 轻点啊 稍稍一抠就 再带电子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竿门了 现在找到第一竿门了 找到第一竿门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进步 只能第一竿门了 还好 小了 你赶快把中心经脉弄下来 现在经脉很高 除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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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能够 能够像 好 这 雪花 能不能把那个中心脉控制一下 这个 这什么地方 不要把形下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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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 咬到 这下苗子有多了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 肿瘤被取出 说它的肿瘤装了整整一个大盆 有几千毫升的血 整个盆 大多了 什么血慢慢就全都出来了 这就有 这就25 扁了这么多 30多公分的血管瘤 压鼠 手术切完了 还顺利 谢谢阳主任 你看 这一大盆 这血开始往外出了 这是整个的 这大炉 顺利是吧 这个也做这个 病理检验吧 对 送病理检验 肿瘤虽然取下来了 但是还进行变得分析 这个巨大的肿瘤 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如果是恶性的 那么意味着小铃的时间 也就不多了 好好喘气来吸气呼气 睁开眼睛 吸气呼气来吹一下 你用最大的劲 钻掌的手 能钻上吗 一 二 三 好好好 先过来一遍 对不起 这有很多水晶 嗯 出血型 哦 谢谢 不准备 不准备 打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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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